接近终点第一名相当接近 埋遍神进马车 刚刚赛日四匹潜力马表现各有不同 先来有神进马车凭注国能组段坑位 没段发挥了首歌本色力玩狂难 最终顺利取得贵内第二长途马 实在精彩 不过过能今季真是无令大家失望 至于为什么 我们留下明天的影片先说 但赛后再一次发现右脚有一处小小伤口 希望今次不需要休息一阵子才可以出赛 另外一批黄龙司领换了女神骑点之更差 中段越来越后 明显就是有样东西不对 赔率不对 不过他其实并非独孤一味 只会跑泥地 他上季跑谷草千八追过一次好月目的第四 又看看石阁会不会报名 跑下星期三那场五班谷草千八啦 之后跑炎长路程的特省最后捧黄浩南追回一直评途第四 表现有惊喜哦 似乎泥地性能都不错 可以记存一下 而星混名着用舌音牌大外档就当是士多货杂 看看方仔下场是否回报跑谷草先 这次有三匹潜力马出赛 第一匹是第五场的第豪大师 上次已经说过 希望匹马快快脆可以加一分上班跑 不用再省日要负顶磅跑那么辛苦 结果上次比足金黄但开二零平磅圆一分不加 所以今次同样排九档同负一三三下 会继续二位难赢 不过今次抽到步遗壳 说不定可以被潘顿发挥得更加出色呢 第二匹出赛的潜力马是大顺威 上次遇到快步速下 全程被好好彩彩同牵圆又牵顶做出三叠 最后顺势跟跑得第六 今次改用巴道 近期骑恋合作分别赢了起街龙 和贴木仪 今场要跑得好的关键 一定是看下巴道 可不可以早断快过雷晨抢到条篮 之后安心手系包装位置 看看够不够力冲到上去增胜 不过同场对手都挺硬正 如果今次再跑不到入三甲 方仔都还有一招可以用 就是千二缩落一千 第三匹出赛的潜力马 是一如预期过来谷草增连节的圣言 上季在市马阶段 已经在谷草签以示准性能 在他后面过终点的起胜区之后 已经取得三场位置 今季更一出职性 而且同阔马今季有美丽天使 同起街龙在谷草野马 所以我一向对他跑谷战充满憧憬 而且他试谷杂系零射精神 今早抽签的时候 看着直播不断地 千万不要抽到何宅堯 盛言Hall of Champ 配的骑士就是何宅堯Vincent Ho 结果真是被安排用何宅堯 唉 因为骑连今季合作四次传数落地 感觉真是不太好 而上次用周俊落赢马 当家分后换人 难免要面对双重加磅的问题 今场幸好看下去对手不算太强 上次直路找位困难 以为追不及 但最后都可以连照都不用拍下赢马 反映评分要去回来港市的72分五难 只要骑士发挥到应有后劲 我相信仍有机会再进三格 这些小赵 自便飞飞追着他 里面圣言接近终点 圣言也很有机会 终点前赶过到